意大利知名品牌在米兰南庄州发表2013南庄系列 严谨的意大利剪裁融合了折中主义和创新另类风格 工作室的镜子再次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寻规道具的生活与追求艺术性的理想 透过镜子彼此持续融合而达到完美平衡 修身款的素色安心间 高腰线的宽领翻上衣 以及高腰打折修身长裤 打造出明确清新的轮廓造型 本季设计灵感源于女性的织品及质地 透过一系列崭新布料将这些经典华服重新演绎 设计师更将高级定制的特色沿用到休闲服装上 颜色大多以象牙色、蓝色、云灰色为主 但衬衫、衬礼及配饰细节 加上热带风格印花 令人耳目一新 布料方面 西装和大衣 采用针丝塔夫绸 雷射穿孔双层针丝 山东丝或爱尔兰亚麻棉布 搭配印花针丝衬衫或针织衫 五步流露复古风 此外 设计师更将高级定制的特色沿用到休闲服上 衬衫、外套和运动夹克 加入羊皮、双层棉和高性能针丝 更带有优雅而闪耀的夏日气息 模特儿们身穿马球衫 配金属光泽修身小脚裤 兼挂大手提袋 足穿意大利平跟平鞋 展现一种日常休闲装扮 为了凸显运动装奢华风潮 轻便的各色骑士夹克应运而生 打造出一种更加轻柔 并始终传承品牌风格的时尚 设计师更采用本年度的流行图案 推出了数位印花、图腾印花 和动物印花的小型精权品服装系列 在混搭夏季服装的同时 保持轻松的穿衣风格 美国经典皮剑品牌 日前在中山旗舰店 对人闹举办VIP Party 现场星光翼翼 名人云集 除共同体验品牌 70年来的传统与创意工艺 更展示2013春夏新系列 别具崭新色彩 凸显出本季的情形风格 而当天品牌首位华人男性配件代言人王力宏 也共同出席party 展现品牌经典棒球手套 完整呈现品牌经典定义 国际顶级时尚美妆保养品品牌 日前隆重进驻台北中山区 开设品牌第一座新奢华概念柜 设计出一郎般的咨询空间 让艺术和彩妆结合 创造出内外兼具的美丽时尚 开幕当天更邀请向来以贵公子形象 活跃于演艺圈的男性丁春成 与女模特展演新品香水 特别担任剪彩嘉宾 并担任一日店长 化身为香氛王子 跳香水其实就是看心情 那像是今天会觉得是比较舒服 比较想要度假的感觉 我就会挑选一些味道比较淡 然后像是海洋味道的这种香水 可能晚上有party 或是一些正式的场合 我会挑选一些比较稳重一点的香水 知名时尚杂志 延续为台湾新月设计师发声 及争取发光舞台机会的理念 今年连续第四年专题报导 四位台湾新月设计师 其中也包含了在台北印第赛 获得冠军的超级设计师吴日云 也推出自己品牌最新服装 开幕记者会上 更邀请幸福人妻侯佩岑 身穿设计师的服装 担任活动剪彩嘉宾 以行动支持台湾新锐设计师 因为我很喜欢衬衫的感觉 那衬衫怎么样呈现出 像小洋装设计师就特别用 混搭材质的搭配 然后剪裁上面我觉得 身形跟质感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选择了这套白色的洋装 这几年你可以看到国际上 台湾的设计师一直受到瞩目 所以这次可以跟他们合作 然后穿上他们最新设计的衣服 我觉得非常的光荣 由平林克里指导 王传一小池荣子主演的日本电影《气额夫妇》 改编自石渊岛秒杀热麦名产 被称为是梦幻的腊油创办人 编影小峰和编影爱里的真实爱情故事 更是王传一首度挑大梁演出电影 及参与日本制作 日前记者会上 编影夫妇特地来台为电影上映打气 而王传一也因本片而受押成为 石渊市国际观光大使 因为我平常私底下比较大男人主义一点 就是不是很温柔的人 等于判文这部电影事实上 对我对另外一半的呵护 其实有很大的提醒 提醒我自己不应该这么大男人主义 拍完之后看了之后很感动 两位主角演得特别好 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工作 非常快乐 初期是很惊讶 而且我还没看到 我感觉到很快乐 我感觉到很愉快 我感觉到大部分的地方 有点的感兴趣 我感到感兴趣 采用光彩科技的顶级美妆品牌 2013年春夏推出全新美白新品 日前发表会上 特别邀请最幸福的少奶奶王新平 担任美丽大使 分享完美无瑕的美极秘诀 为了打高尔夫球打好 不要失礼于人前 我还曾经是非常努力的 去每天每天的练习 我没有把自己弄得像黑炭一样 完全是因为 我也很注重皮肤方面的保养 比如说美白 保湿 防晒 我是非常注重的 心境愉快还是最重要 最基本的